阿炭我昨天有看你的影片 你說有什麼干杯味 炭烤味 你真的是要自己在收手嗎 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炭的热時間 各位威士忌愛好者們 每次想要推廣威士忌給你的朋友的時候 上次說 你聞這什麼香氣 我都沒有聞到啊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你到底在公三小啊 的時候 四次心中都下起了 湯頭大雨 屁股破了一大洞 好像有人對你的腦袋連開了三槍 為什麼我們覺得威士忌這麼好喝 香氣這麼豐富 水果 南洋風格 別人都跟你說 臭 辣 嗆 難喝 好辣喔 只有威士忌的味道啊 到底是我們被威士忌嚇得揍 還是威士忌大師 嚇得催眠 你慢慢覺得威士忌很好喝咯 慢慢覺得這個香氣有肉味咯 還是我們只是粉絲崇拜 威士忌大師說很好喝 這個有巧克力的味道 你就覺得哇這個是巧克力之豐富啊 酒類呢其實也就是嗜好的飲品 有露坑自然會覺得它很好喝 香氣很甜很優美 但是沒有露坑 別人自然不了解 這個味道 阿不就威士忌 那如何正確拉人入坑呢 在先前的威士忌達人 賓飲影片中 有提到威士忌達人 如何賓飲威士忌 那可能有一部分沒有提到 那我今天就來幫大家 再複習一次 賓飲開始 先倒酒 今天使用的是ISO杯 聞香很重要 一定要使用像這樣子 有疏口的杯子 慢慢靠近的去聞香 起初遠一點也沒關係 以免被酒精感可以嗆到 慢慢靠近它 嗯 香香的也好 不一定要說出 是什麼氣味啊 什麼水果氣味 什麼巧克力氣味 沒有關係 只要漸漸的習慣這個味道就好 再來 喝的時候 請不要一口乾當下杯喝 拜託 這個不是在酒吧被請下好嗎 每一個杯子所製作的弧度 都會影響到酒意 碰觸到舌頭時的位置 所以一個杯子有時候特別貴 其實是有它的道理的 有時候啦 順著酒杯 讓酒意慢慢放入口中 不習慣酒精的朋友 可以先含著 又或者是加水 讓它的酒精刺激感降低 含著含著 含到口水分泌 讓它酒精變得不辣的時候 我們試著去咀嚼它 好喝 舒服 讓整個口腔都可以感受到 威士忌的味道 舌頭呢 不同的位置 會感受到不同的甜感 如果只有舌頭中後段 碰觸到酒意 那可能只能感受到苦味 那就很可惜了 吞咽的時候 慢慢吞 享受威士忌在過喉的時候 它的酒體 油脂感 有一種滑滑的感覺 真的很爽 而且呢 現在肺炎還可以當消毒咧 巴巴 大家可能會有一個誤會 哇 你每天喝酒 那種傷身啊 這邊 有一個食品署的資料 它有建議 一天的飲酒量 威士忌呢 在台灣 是45毫升 在日本呢 是60毫升 每個國家有所不同 那我自己親身的經驗 如果以上述的品飲方式來喝 搭配呢 洗味道的水 其實你很難會有喝醉的感覺 那如果你喝酒就是為了要喝醉 那我們這邊就不再討論範圍之內了 據日本調查 目前有在習慣飲用酒精類飲品的年輕人逐年下降 那對酒傷自然會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那他們就去調查 為什麼年輕人漸漸的不喝酒了呢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同才之間的影響 可能有人喝醉了 吃太了 吐得亂七八糟的 又或者是聽同學說 哇 昨天那個很難喝啊 紅酒很難喝啊 香花哥很難喝啊 大家就不喝了 哇 都不好喝 不要喝 我們去喝 這邊其實還有很多面向可以討論 還有一些其他原因 那 我會再做一集 來特別討論 年輕人的 お酒パナレ 那我這邊想說的是 烈酒的品飲 比大部分人所想的 還要不傷身 也不會醉 你只要飲酒適量 理性飲酒 那喝酒有什麼好處呢 酒類的世界 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而這個可能性 很有可能 會打開你 人生的一扇窗 然後就可以跳下去 不是啦 對於自己的人生 會多一塊 全新的領域 在這個時代 對於找到自己 能中邁的事物 年紀越大 會發現越來越困難 人生階段目標 一階段 一階段 一階段的達成 完成學業 找到工作 事業騰達 那下一步呢 沒有下一階 是否就走不下去了 是否就踩空 失足了呢 品酒的興趣 會比想像中 得到的還要富足 如果您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願登録 グッドボタン インスタグラム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拜拜